大家好,又是我东少 这段影片拍下影片跟大家聊聊 我之前不是说我腰痛的 其实我想大家有发现昨天为什么我没有出片呢 就是因为我昨晚又腰痛 我昨晚又腰痛的时候 那个痛法就跟上次差不多 但是当然就没有上次那么痛 那我就立刻拿了我那个 上次不是说我买了一整个药叫做EBOOPROFEN 那我又拿来吃了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看 其实它一盒是有16粒的 其实我现在吃了3粒 那又怎样呢 我有2粒就是那天很痛那天吃 就是在之前 那之后我昨天就吃1粒 总共吃了3粒 那其实我之前我想说 我那次没说到告诉你 我吃了2粒 那天吃2粒之后我已经不痛了 是很厉害这种药 这种药真的很厉害 很有用 那接着昨晚我痛的时候 我又吃了1粒 那我又不痛了 那我现在我想暂时也要 依赖着这种药 但是其实我不是吃了很多 所以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有观众 那一位观众呢 他说这个伤胃的 那一位Ling Miss 他说Ebuprofen很伤胃 那我都知道 因为他其实吃药之前 你要吃点东西的 那我猜我看说明书 我真的好猜我有看说明书 那我又吃点东西 那吃就没那么伤胃 那现在暂时还好的 我觉得应该都是那些抽筋 抽筋 我想是抽筋 那我说回多一点 就是今天就是11月1号 那我想讲讲 因为我Patreon 就每个月逐月结的 那我暂时看 我现在Patreon那里 就很开心就有18位赞助者 那一共一个月就有176磅 就是说1760元左右 都有1800元 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支持 和帮助你 真的好多谢大家 那我本来想读名 不过我想不要读了 就是为了大家安全 另外PayPal那边也有173磅 真的非常之多谢大家 另外其实也有个别 有一些好心的观众 他找我个别银行过数 那里也有一笔钱 所以真的非常之感谢大家 非常之多谢大家的支持 当然希望如果你们觉得我说得好 那才赞助我 因为我都说过 我不想说 好像别人那些KOL那些 那些 就说是不是都说赞助 因为我有朋友跟我说 你不如每段片一开始 跟别人说 like share和赞助 我就觉得不要说这些 因为太老土了 比如我看别人的片 我都不喜欢说 他每段片都这样跟我说 我自己都不喜欢这件事 那我为什么要在我的片里做这件事 现在在英国 其实我想说太阳是很迟 很迟起来 和很早下山的 我想说 比如好像今天那样 就下午4点多 就太阳下山了 5点钟在外面黑曬 你知道吗 因为我之前说过英国 是夏天的时候 比如6月那时候 晚上10点才下山 那个高位度 所以是这样的 其实挺有趣的 和香港很不同 那就 早上 你譬如8点钟 8点钟 天都还是黑曼曼的 就是都好像 好像还没光光 那样的 譬如9点10点 10点左右 就开始就才光的 这样的 那如果你一直去到冬至 12月那时候 就会更加是 譬如 早上9点才开始 有太阳 然后下午3点钟 就收太阳 那样的 当然就很冷 我想说真的很冷 因为 因为这里是山区 所以就 一太阳一落山 那边就黑曬了 首先 现在首先 黑风高 黑曼曼 都挺得人害怕的 那第二样东西 就是 真的是 因为山区 晚上的关系 是特别冷的 我想说 我现在是 自从我腰痛了之后 我每一晚都不敢不开暖气 那我 我会 我想我会 之后 我会去买个暖水袋 先 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 都提议我买暖水袋 那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便宜 和一个很有用的方法 暖水袋 你如果 你如果腰痛了 可以敷 腰不腰痛的时候 你晚上睡觉 丢过去脚 都暖的 我觉得OK 这个 因为我上次 买药的时候 我想买的 不过 Audi那间 就没有 所以就可能 下次去 这个 Astar 那时候 再看看 Astar 那间 其实还有 其他观众 有些提议 例如 其实有很多观众 都说 叫我看看医生 那样的 那我呢 就 我想说 因为 如果你有看过我的片 也知道 我这里 其实就是山卡卡的地方 要去看医生 就很远 第一 如果真的急起上来 痛起上来的时候 其实这里真的 没有车下去 我跟你说 你只能走路 这里的车 是一个小时 一班 你还要走路 少少 走路 去到中间 那里 山中间 那里 才会有马路 有车 所以其实 是叫天一不宴 叫利不民 所以 你知道 我平时 开车 那么容易 就是说 会抽筋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上来 其实不容易 所以 如果我真的 痛起上来 我想我也是靠 用这些药 另外一件事 就是看医生 鬼 就是用这个香港港资三个多 三个九 所以我其实 我觉得 食成药好过 是不是 就是 你看医生 你一定贵 其实 还有另外一位 都挺聪明的观众 就叫做 Chan Candy 他说 叫我去买那些 按摩膏 应该叫做 因为其实 我想告诉你 我以前不是做炸铁的 我做炸铁的时候 我家里必备一支按摩膏 为什么 我跟你说 每次炸铁回家 肌肉很痛很辛苦 肌肉很痛 你睡完 第二天更痛 我跟你说 你痛是因为你生肌肉 还有你那里 是用得太久 我每一招 我做炸铁的时候 每一招上班之前 我都做一件事 就是 将我的按摩膏 塗到我全身都是 因为我跟你说 全身都痛 所以你全身都要塗 你手脚啊 招啊 各样东西 全部痛的 所以我很有经验 我就知道 在香港很多按摩膏 其实很有用的 你越大就没有 那些是越有用的 我当时 都买了几枝 还有 我有时候肩膀痛 那些 你也知道 坐得太久 用得太久 用得太久 比如用得太久 手机都会痛 我说了 香港有很多这些 有那些 甜漆 那些 那些 英国就没有了 但是 因为 我就在想 因为 我去那时 去这个 超市去看 我就看到 他有去说 那种 这种 热膏 但是 没有那种 真是很棒的 按摩膏 我想如果下次 抽筋 塗按摩膏 就可以了 所以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买到 下次去看看 那另外 就 那 我有说过 就是 叫 有个观众叫我去 买暖水袋 就很容易 还有很多其他观众 都是这么说的 那另外 YTSChang 就建议我 去做一些 柔软的 舒展的 动作 那样 有这个习惯 会好些 其实我也有留意 这件事 我会继续做的 有一位观众 就叫做拉鱼 就问了有没有打错价 那些药 有没有打错价 没有打错价 因为印度做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两个国家 是出口这些 学名药 学名药 那就是 譬如 那些 Panador 都是叫做这些 那就是 因为它没有专利的 所以 是可以 譬如 中国和印度 这些国家 可以做这些药 但是因为很高污染 所以很多这些 发展 以发达国家 就不做 这些欧洲 美国 全都给中国和印度做 所以 为什么这么便宜 就是因为它印度出 印度人口红利 经济红利 所以便宜 英国是入口很多印度东西的 我想说 所以为什么印度做 所以为什么你在香港 我跟你说很多东西 香港 买贵了 真的买贵了 有一位叫做 Seiko Mew 其实我觉得他很惨 你知道他每段片 他跟我说一件事 就是问我 什么时候拍这个 暗黑料理 他每段片都说 就是自从我不拍之后 他每段片都问 每段片都留言 我真的觉得 是不是好像自己 好像不是很应该 我觉得 为什么我开始 不拍暗黑料理 因为我看到 有人说 就是说 你每天都在家吃 你想想他 有人这样说 还有我自己 在后台 我看到 这些暗黑料理 一不出去吃的时候 view数就真的很低 低了 所以就 我建议 好像是否大家 已经不很想看 那我就不拍 暗黑料理 说一下其他东西 其实我 每一天都是吃暗黑料理 不过我就不拍 为什么 因为怕大家 觉得悶 之前 其实我在手机上 我下转了几个APP 有一个叫做 Oleo 另外一个叫做 Karma 这两个APP 因为我听以前 有位观众说 他说这两个APP 有可能 可以令到你 会不会 找到一些 譬如二手的食物 譬如 可能是一些 普通市民 吃不完的 吃剩的东西 就可能 你可以试一下 用这个APP 去找出来 然后就可以直接 找那个人去 拿或者买 低价买 然后我就 很高彩烈地 走去 下转这两个APP 来试一下 然后发现 这两个APP 是没有的 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说 我住那一区的附近 是什么都没有 是没有这些 东西的 好像是 Karma 这个APP 好像只是 在伦敦区有 然后Odeo 是可以 凭你住那一区 搜寻 另外我还有一个APP 就是这个 叫做 Too Good To Go 好像是 这个APP 我就不成功的 下转不了 是因为我现在 这部机器 还锁了在香港区 它是要英国区的 机器才可以下转的 我上网看 原来它最低的 mule 是要用两磅 买 因为它是一些 餐厅 它吃不完的东西 吃剩的东西 做成一个mule 这样去 递给你 但是最低 都要两磅 两磅来说 其实很贵 所以我就不用了 所以都是要 吃回暗黑料理 我们 下次再和大家说 拜拜